大家好,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BBT的在公屏,给我一个反馈,谢谢。 Hello,大家晚上好,都可以听到,是不是?没有问题哈?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复习课了。 好了,那么首先呢,咱们来复习一下,梳理一下上一节课我们讲过的这一单词,大家还没有印象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atrocious,说妈妈给欧里吧。 正好,因为抽死我了,atrocious,那它真的是一个,不想看根格哈,封杀他的名气。 来东西们,哎,残忍的哈,你想一想,那小孩的脸蛋,全是他妈妈扇的这个红手印,是不是? 哦,抽死我了哈,恶毒的妈妈,atrocious。 第二单词,elusive,那么说动词呢,是elute,一路躲,如果你总是躲我的话,抓不到你。 挑户不定的,那你真的是一个难以琢磨的,灰色的,对吗? 小人词啊,灰色难懂的,难以琢磨的,elusive。 好,第三个单词,ductile,或者多人ductile,都可以啊,一个音音美音,ductile,ductile,什么意思? 那么说词跟duct,表示的是lead,可以引导的吗? 那么ILE呢,表示的是异于tentool,这样的趋势。 异于引导的,这个小人词代表的是,哎,有延战性的,可引导的,ductile。 好,第四单词,collute,那我们说lead,这个词跟表示的是演,play的意思, 说,哎,这帮人怎么样的一起给我演戏,collute,密谋共谋,没错哈,密谋共谋,collute, 同一单词比如说conspire,knife,都是谈同一句话。 好,第五单词,kidnape,说呀,绑小孩,你看吗? 就是把那个,我说了非欧洲啊,那种小白孩,白人的小孩偷走, 到哪去呢?到美洲啊,去做这个白奴,从此而来的这个单词叫kidnape, 绑架,跟上号绑架。 好,第六单词,abduct,说往旁边去引导你, 放学之后啊,发现突然有一个黑面包, 然后里面冲出来很多人把你给抢走了哈,abduct, 哎,他表示的也是强劫跟绑架的意思啊,强劫绑架。 好,第七单词,seduce,一种引导,什么的引导呢? 色色色,色有引导,因为美人际,用美色去引导你, 他表示的是,哎,非常好,色诱的意思。 好,第八单词,duplicate,那么说plake,这词跟表示fold的折叠, 那么这个du呢,就是double,双重折叠,double fold, 哎,没错,他表示的是copy,复制的意思, 那么强调的是结果要一模一样的复制,duplicate。 第九单词,relentless,再也不见钱了, 我再也不见钱了,你可真的是一个无情的人呢,对不对? 他表示的是残忍的,无情的,relentless, great。 好,第十单词,delude,delude, 那么说第一呢,表示nective,就是不好好的怎么样呢? 不好好的跟你玩, 对,没错哈,所以说他表示的是诈骗, 就玩坏的,对不对? 跟你玩坏的是坏心眼儿,诈骗,欺骗的意思,delude。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哈, 这下面一组单词,还是要跟老师来想一想的什么意思, 第一单词,loom,怎么样一百米呢? 大家看哈,怎么样一百米? 哎,真好,织布鸡织了一百米,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尤其像这种北京和上海大雾卖天, 你隔路一百米之外,我就看你是若隐若现的,对不对? 没错,若隐若现东西,织布鸡名词。 好,第二单词,medal sound, medal sound,那么这个像呢,表示是充满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trouble sound,充满麻烦的, 那么medal呢,我们说中间叫做干涉,对不对? medal相当于interfere, 那么现在呢,中间充满了干涉, 证明这个人他是多管闲事的, 对不对?喜欢管别人闲事的人, 然后多管闲事的,medal sound, 好,第三单词,frisk,说frisk, 站在那儿别动,我要怎么样呢? frisk you up and down, frisk you down, 哎,没错,他表示的是搜身, 从头到尾去搜你的身,frisk, 第三单词,tributory, 我们说tribute表示给, 那么作为单词呢,他只是贡品, 你看贡品的时候就给人上贡,给的一个动作, 那么现在呢,老师把这个贡品的单词加上ary,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名词, 同时它也是一个, 它变成一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呢,有两个意思, 大家分别是你两个意思, 如果上贡的话, 它对应的应该就是我们的, 哎,附属国的意思,对不对? 附属国给这个宗主国就上贡, 那么还可以说支流怎么样呢? 给我的主流上贡, 它就是贿入整个大的河流当中, 只是支流的意思, tributory, 好,第五单词plunder, plunder, pillender, 剥削底层人民, 剥削底层人民, plunder, 哎,抢劫掠夺, 对不对? 抢劫掠夺,plunder, 好,第六单词loop, OOP啊, 我说这单词它的这个形态,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圆圈, 对不对? 像马轻人装的一个圆环样, 所以是loop, 这单词它指的是, 不是限圈哦, 它指的是圆圈, 圆圈, 对, 好,第七单词inscribe, inscribe, 那么scribe呢, 我表示scribe写的意思, 怎么写呢? in在里边写, 大家想想, 正是之前我给大家看的一幅画, 就是这个著名的女作家, 颜哥林, 给我签名呢, 怎么签呢? 在这个书的里边写上的名字, 所以说这单词表示的是提写的印象, 签署那单词大家想想叫subscribe, 对吧? 在下面去写叫签署, 在里边去写叫提写, 好, 第八单词pillage, p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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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呢? 剥削我的农村, 剥削我的乡村, 所以说它指的也是抢劫掠夺, 同一条词plunder, plunder, pillage, plunder, pillage, 好, 第九单词mediaval, mediaval, med, 指的是medal中间, eve呢, 指的是age, 时代, 那么在中间的这种时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世即得, 没有错, al形成的词词, 中世即得, mediaval, 好, 第十单词mediate, 还是在中间, 怎么样呢? 跟你说是他的好话, 跟他说是你的好话, 我正在做这个动作就是mediate, 斡旋调停, 斡旋调停非常好, 好, 继续往下, 下一单词最后一组的号, 第一单词apprise, apprise, 我们说oh, 对吧, oh, price, 压, oh, 压抑死我了, oh, 压抑死我了, oprice, 指的是心情的郁闷, 压抑也是个动词, 好, 第二单词sack, 大家通过sack伤心去记, 对不对, 通过去记, 那么说, 你要是怎么样的话, 你就会伤心呢? 哎, 没错哈, 首先, 这个, 你的这个, 如果说成绩暴低了, 你是不会伤心, 除此之外, 你要是脸上没有胶原蛋白了, 你是不是挺伤心的, 松弛了是不是, 还有就是什么呢? 哎, 你的这个股票如果要是暴低了的话, 是不是也挺伤心的, 所以说啊, 暴低, 松弛, 就是下个意思啊, 暴低松弛, 好, 第三单词contraband, contraband, contra反对, bind, 大象是bind, 绑了, 捆绑了身体上, 反对你绑在身上, 带上飞机的, 它就是我们的contraband, 叫做, 伪禁品走私品, 然后伪禁品走私品, contraband, 好, 第四单词sup, sup, sup的变形, 向下去压, 向下去压, surprise the worker's track, 哎, 镇压了一个工人的罢工, surprise rebelling, 镇压了一个起义活动啊, 都用的是这一单词, 另用武力, 怎么样呢, 政府去镇压什么是surprise, 当然可以说镇压, 比如你的某种心情啊, surprise my emotion, 也可以, 第五单词, nose dive, 用你的鼻子去潜水, 用鼻子朝下, 怎么样的蹦跳水, 然后去潜水, 叫做nose dive, 这单词指的是, 哎, 也是暴跌的意思啊, 暴跌, 好, 第二单词, manus, 来自男人的, 来自男人的, 威胁跟恐吓, 非常好, 来自男人的威胁跟恐吓, 第六单词, bootlag, bootlag, 在你的这个靴子里面藏久, 想一想那个历史的典故, The Great Gatsby, 对吧, Gatsby往这个靴子里面去藏久, 他表示的是, 哎, 走私还有违禁品啊, 走私违禁都是他, bootlag, 好, 再往下, 第八单词, slump, slump, 比如说, Obama's popularity slumped, 奥巴马的民众知识率怎么样呢, SL表白动, 然后后面搭给你的jump, 往下滑, 往下去蹦, 往下去跳, 瞬间, 暴跌了, 对不对, 所以slump表现是暴跌的意思, 很好, 第九单词, pricing, pricing, 还是压, 怎么去压呢, 时间去压你, time is very pressing, the line is pressing, 没错, 它表示是紧迫的, 同一团词, urgent, OK, urgent, emergent, emergency, 好, 第十单词, bully, bully, school bully, 公牛奶牛都是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 就是威胁跟恐吓, 威胁跟恐吓, bully, great, 没问题, 好了, 这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一些重点单词, 让大家复习了一下, 那么就接下来呢, 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单词的讲解当中了, 好, 首先呢, 咱们先来一组这个找相同的, 这样的游戏, 找出于所给单词, smother,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choke, B, absane, C, center, D, fringe, 好, 答案出奇的一致, 就选择是H, 我可以这单词什么意思, 这单词什么意思, 没错, 表示的是使之息的意思, 闷死, 对, 好了, 我们来主意来看一下这几单词, 首先第一单词是smother, 看死妈妈,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历史典故吧, 武则天, 这个女王的当时为了自己上位, 不惜去闷死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对, 没错, 死妈妈, 死妈妈, 闷死, 窒息自己的女儿, smother, 这样的意思, 那么好了, 我们来看哈, 他放到不同的这个语境当中, 怎么去翻译是比较合适的, 什么叫做smother laughter, smother laughter, 比如说现在, 嗯, 嗯, 我想笑呀, 但是呢, 我必须叫smother my laughter, 对呀, 太云公主是她之后生的孩子了, 她之前还生过一个女儿, 大家不知道这类词典故吗, 嗯, 是不是对女王的了解稍微浅薄了一些, 哎, 没错, 是不是就是憋笑呀, 就把你点笑, 把你给我逼我去, 反正半周人是不是竟然说, 谁笑呢, 还有教官, 把你们笑把我逼我去啊, smother your laughter, 对, 好, 那接下来下一单词啊, 叫做flame, 你看你们都跟老师一个年代的,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 我就知道你们都是跟我这年年后的啊, smother flame, 那这回你看, flame表示的是火焰的意思, 什么叫做smother flame, 让火焰窒息, 其实就是, 哎, 灭火, 对不对, 灭火啊, 让火焰去窒息就是灭火, smother flame, OK, 好了, 那么知道死妈妈是窒息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同一同一期的, 我选了, 那么首先第一道, choke, choke,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要做一个有食物的表演, 什么叫做choke呢, 想要再给choke, 我希望你知道的一个东西, 它叫做choker, 来你同学告诉老师, 啥叫choker, 来, 就这个东西哈, 对, 象圈, 对, 我之前同学说, 男同学说老师是狗链, 那个男同学一看就直呢,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平时你单身了, 好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影你看过吗, 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个杀手不太冷, 那里面这个Natalie演的这个小女孩呢, 是个特别经典的这种, 戴着小红帽, 黑眼镜, 然后薄系choker的一个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张叫choker, 它是一个时尚单品, 什么男同学, 它不是狗链子, 它是时尚单品的choker, 就戴着之后你会觉得, 哎呀, 老师我感觉你好记得一个喘不过来气呀, 对不对, 所以说动词choke呢, 它表就是是窒息的意思, 就感觉哎呀, 戴着之后你都喘不过来气了, 对不对,chokechoker, chokechoker, 显脖子长, 对, 你看有经验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单词, 然后再往下看下一单词, 叫做throttle, throttle, 指的是扼杀窒息的意思, 那这一单词把它拆开, 是不是throw bottle, throw bottle, 现在老师如果说把你说的一个巨大无比的玻璃瓶, 这样一个塑料瓶子里, 然后给你扔进那个水里, 你是不是觉得马上就要溺死水而死了, 对不对, 让你窒息而死了, 把你扔到瓶子里面, 如果要是给你拧上盖之后, 你想想你在瓶子里面, 呼吸的空气是不是有限的, ok, throw bottle, throw bottle, 扼杀窒息,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throat去记, 喉咙这单诶, 对不对, 扼杀窒息, throat, throttle, throat, throttle, 都可以, 好, 那再下面这些呢叫做suffericate, suffericate, 那么这里的suf, 双写的f, 其实你应该心里有数, 它就是这个里面, 这个sub的一个变形, sub的一个变形, 没错, 向下, 向下什么, 向下呢, 就是face, 大家可以把后面这个看成face的一个变形, 像脸, 脸冲下, 现在我把你的头按住, 然后脸冲下, 就闷死你了, 就让你窒息了, 或者是, 大家可以把后面这部分想像code, 大一, 就是把你压在大一下面, 对不对, 大一就跟枕头是一个效果, 就是棉被, 是不是, 然后呢, 棉大一, 是不是也能闷死, suff, subface, subcoat, 都可以简称suffericate, 闷死, 窒息, 对, 脸向下, 去窒息, 或者是把你埋在大一底下, 是不是也能让你窒息, 闷死, 好, 这几单纪没问题吧, 都表示的是窒息的隐形,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几个哈, 表示这个, 跟死, 跟杀相关的, 那不同的死法哈,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叫slay, slay残杀, 大家可以通过死了死了, 去记一下slay, slay死了残杀, 那么这单纪同学们, 其实我们经常会在一些, 比赛当中听到这单纪, 我不知道大家尤其在那种rapper的文化当中, 在西汉文化当中, 听不听过什么叫slay全场, 说这个人我去, 真的上来之后slay全场, 他怎么去翻译呢, 对, 王者怎么样slay全场, 哎, 非常好, 是谁翻译的, 赵阿周, 我们学校提出表扬, 说秒杀全场的意思, 就是他上来之后, 瞬间秒杀所有人, slay所有人, 所以说我们那个口语当中的表达, 就会使用到这个单纪slay, 特别炫酷, 我之前记得去新本大去玩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一个庄园的门口, 就看到slay这单纪了, 他那个就表示的是这个残杀者的庄园, 反正起的名字挺恐怖的, 里面也是那种非常幽暗的布置, 就敏感进去, 那么slay这单纪就有人死, 想过slay死了死了, 秒杀全场, 那么来造个具体, those old movies still slay me, 这些老年仍然可以怎么样我呢, 对, 那游戏里面有这个slay, 对不对, 你被杀了, 吸引你, 是不是就是仍然可以惊艳到我, 同学们, 对不对, 就感觉哦, 他还能杀我, 咱们是不是口语, 这个就是中文当然也会说, 哦, 这真的是杀到我了, 就是仍然可以秒杀到我, 仍然可以怎么样的惊艳到我, 对不对, slay, 所以这单字它不是那种凶狠的杀, 它是那种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老师给你举的这个语境, 你应该知道这种杀是什么杀, 这种精神上面, 哦, 真的杀到我了, 是这样一个杀, 哦, slay, 对, 经验, 好, 那么下一个根字叫slaughter, slaughter,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发成slaughter, 对不对了, 这个里的gh是不发音的, slaughter, 表示的是大屠杀屠宰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呢, 你看s表示死人, 中间的love还像呢, 我问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历史课本里的照片, 就两个日本军官, 然后比赛, 谁杀人杀的多, 然后大砍刀砍, 边砍边笑, 是不是都死人了, 还笑呢, 就是那个大屠杀的经典场景, 对,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就推荐一本书哈, 是著名这个作家张淳如所写的这个南京大屠杀, 可以说没有张淳如这个人, 可能世界上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南京曾经遭受过大屠杀, 是他把这样的一个惊人的历史的谜团向全世界揭开了,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他, 那后来呢, 也是因为由于写这本书哈, 然后精神上受到一定重挫, 因为每天都会有这个恐怖分子给他去记这个威胁的信件, 所以说他最后不堪重负呢, 选择了去, can make suicide, 自杀了哈, 但这本书呢, 却是流芳百事, 造福后人了, 看一下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也可以影视到下面这件事, 叫做Massacre, Massacre, 怎么去记呢, Massacre, 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面积, 对不对, acre表就是英姆的意思, 就是很广泛的那个面积, 那为什么才有大杜杀的意思呢, 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年大家知道南京死了多少人吗, 如果说我给到你个数字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 但是现在我要把它具象化, 如果说当年死的人手拉手, 给我排到这个铁道上, 他可以从上海一直排到武汉, 这就是当年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壮观的数量, 是不是就是成英姆的, 大片大片土地的, 就是尸横变异的感觉, 叫做Massacre, Massacre, 大屠杀, 能理解了吧, 就是你们光听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要是把它具象化, 变成一个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话, 你就会知道当年死了多少人, 除了这个保护区以外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活着的人, 没有传绣的人,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南京大屠杀, 大家知道那个恩贝日记, 知道吗, 恩贝日记, 当时去南京大屠杀馆的时候, 看那个展览的时候, 然后就是下面我看有一行字,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We can forgive, But we cannot forget, 我们能原谅, 但是呢,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是为中华子孙,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耻辱, 是不能忘记的, 因为如果忘记了, 其实你就是在使历史倒退, 对吗, 恩, 好, 再说一遍哈, Slaughter, 你看死人了, 还笑呢, 大屠杀屠杀, Massacre, 大面积的施衡遍野, 大屠杀, 好, 继续往下咯,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个点子叫Strangle, Strangle它表示的也是勒死脚子的意思, 那么这单词怎么记得通过String这些, 刚才是String什么意思, String这单词什么意思, 没错, 表示绳子线的意思, 对不对, 我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延习攻略, 然后里面这个贤飞, 是不是就是, 谁死了给他绞一个小灯灯, 谁死了给他绞一个小灯灯, 拿那个这个白领子, 勒死, 勒死你, 是不是我们这个献脑绳子, String strangle, 勒死脚子, 勒死脚子, 对, 好, 那么再我记得说, He tried to strangle his opponent, 他试图怎么样去勒死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 是不是, 东西们, 你想一想, 就是你跟你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上来那个怒火那一刹那, 你是不是想strangle him, 你勒死他, 嚼死他, 是吧, 就是掐死他, strangle, 用绳子去勒死, 好, 那么再下面这单词呢叫做, Executive, sorry, Execute, Execute, 那么这是一个动词, 处死执行的意思, 处死执行, 那你看这单词, 它的这个形容词, 你一定非常的熟悉, 叫做Executive, 来告诉老师, 这单词啥意思, 你最熟悉的这个CEO里面, 就包含了这个单词, A, 那么CEO叫做首席执行官, 这里的C呢, 它影响的是Shift这个单词, 首要的, 首席的, 那么E呢就是Executive, OK, 那O呢就是Officer, 官员, 首席执行的官员简称CEO, 所以说你看, 这个Executive是执行的意思, OK, 执行什么呢, 执行死刑, 所以说他有处死的意思, 连任之际, 执行死刑, 执行死刑, 对, 困骂就是CEO, 是不是, 对, 困骂就是CEO, 而CEO是首席执行官, Operation, Operative, OK, CEO是执行官, CEO是, sorry, 运营, 首席运营师, 首席运营官, 好, 那么现在老师把这个, Executive, Electricute, 稍稍改编一下, 变成Electricute, Electricute, 你会发现这个Cute都没有变, 只是前面变了一下, 它前面就像Menelectricity, Electric, 电, 对吧, 所以说, J是怎么死的呢, 是用电去击死, Electricute, 同学们, 之前老师给这个大侦探皮卡丘去配了个音, 然后里面皮卡丘就第一次见到男主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Or I will electrocute you, 要不然呢, 你别动的话, 你要动的话, 我就把你电死, 就说到这单词, 怎么能处死他呢, 用Electricity, Electricute, 去电死他, 就感觉应该皮卡丘, 奶凶奶凶的, 直了, 是不是, 对, 十万, 福特, Or I will electrocute you, 皮卡皮卡, 对不对, 就是那种感觉,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Ubscene, Ubscene, 那么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 污秽的, 下流的, 那么怎么去记呢, 把它切开, 把它切开, 你看OB呢, 表示的是否定not, not, 那么这个sing呢, 你看我们正说sing, 表示是场景的意思, 然后它有一个单词叫scenery, 景观的意思, 好了, 就是说怎么样呢, 不能看, 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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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看的场景,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太辣, 眼睛嘛, 污秽的, 下流的, 小的时候你想一想, 电视上, 比如说一眼什么, 亲亲的画面, 亲身的画面, 你妈妈肯定把你眼睛, 不能看, 不能看, 生儿不宜, 是不是, obscene, 不会的, 下流的, 好了, 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obscene language, obscene language, obscene language, language, 还没到毛片呢, 来一个一个翻译, 没错, 就是脏话, 粗鲁的话, 淫荡的, 下流的话, 是不是, 好, 脏话下, 别着急, 这样会采到这个, obscene movie, obscene movie, obscene movie, 没错, 他指的是我们说的那种小黄片, 是不是, 小黄电影色情片, 对, 爱情伦理片, 可以说, 你看说的非常的文艺了, 你看看人家同学们, 你看这种文学素养, 爱情伦理片, 说的多么的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同一词有谁呢, 第一就是lewd, lode, lode, 是不是, lode个肩膀, lode, lode就是色情的, 就是下流的, 淫贿的, lode, 好, 那么在下面呢, 就是slag, slagious, slagious, 大家之前跟给大家讲过吗, sagacious, sagacious, 哎, 讲过, 那我就直接讲了, 这里这个sag的表词是know, know everything, 啥都知道, 你看acus, 我们知道这个后缀来什么意思, 来复习讲, acus, a,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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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缀, 它指的是, 哎, many, many, 很多很多, 你看, 知道很多就是有文化的, 对吗, 那我们经常在这个口语当中会有这样一个表现, 就是就怕流氓有文化,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字捆绑记忆, saga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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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一个是知道很多的, 有文化的, 另外一个呢, 哎, 流氓有文化, 它表现的是淫荡的, 下流的, sagacious, 好, 那么什么叫slacious gossip, 那么多说gossip指的是绯闻的意思, 那什么是淫荡的绯闻呢, slacious gossip, 哎, 桃色绯闻, 说得没有好, 桃色新闻叫做slacious gossip, 对, 桃色的, 是粉红粉红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下面这个同一字号, 比如刚刚陆基同学打的这个, pure rent, pure rent, OK, 那你看这件事, Uring都知道, 它是一个化学物质, 指的是虚虚的, 对不对, 那个东西啊, 好了, 在你前边虚虚, 同学们来看哈, 假设现在有一个男的, 在你前边虚虚, 你是不是上去会给那个, 对吧, 太淫荡太下流了, 是不是啊,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在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经常在上学路上, 会有一些人, pure rent, 在我前边, Uring, 是不是啊, ring, 下雨, 那么当时啊, 真的就是家长必须陪同节奏, 要不然实在太危险了, 那个画面解决太, 怎么样了, 淫荡的, 下流了, 淫秽下流的, pure rent, 在你前方去尿尿, 好, 再往下的这些叫, wantan, wantan, 大家通过wantan的机器, 哦, 我想要, 同学们想想啊, 你想要,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色情, 一说, 色情的, 淫荡的, 下流的, 那么咱们来造个句子说, she's living in wantan luxury, she's living in wantan luxury,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怎么去翻译比较好呢, luxury表达是奢侈的, 奢侈的, 那么这个wantan呢, 指的是淫荡的, 那么奢侈跟淫荡, 在八中八识当中, 有一个词可以很好的概括, 挥霍无度非常好, 还有吗, 奢迷, 特别好, 奢迷, 没错, 我们经常说, 娇奢盈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端语非常适合这个句子, she's living in wantan luxury, 生活的非常的娇奢盈义, 纸醉金迷A很好, 非常不错, 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哈, 叫做salacious gossip, salacious gossip, gossip指的是绯闻的意思, 对吧, 那淫荡的绯闻就是桃色新闻, 好, 继续往下咯, 那咱们来看哈, 下面还有一个单字叫erotic, 那么这个单字怎么来的呢, 给大家补习一下哈, 这个古西阿龙万神话叫做爱神Eris, 你说老师不对, 爱神是丘比特, 那我来说一下, Aris这个神呢, 他是早期的创世神, 那你说那丘比特呢, 那是后来生的小神呢, 就是之后的晚辈子, 他是那种早期的神, Aris, 那么Aris呢, 在他, 有他之前, 全部都是单性繁殖, 就是妈妈生孩子, 大别人生孩子这种, 就是单性繁殖, 有了他之后, 他开创了这个双性繁殖的时代, 但他本身呢, 他是一个中性神, 他既不喜欢男生, 也不喜欢女生, 他不跟别人生孩子, 但他帮别人生孩子, 他就是我们的爱神, Aris, 所以说erotic, 就是为了经验他,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隐晦的下流的这种类子, 那想一想, 古代就会认为, 哎呀, 你把这个深海这件事情, 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隐晦的下流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出此之外呢, 他有一点叫Algy, Algy, 指的是淫乱无节制, 你看这说, 这个帝王啊, 为了女人就不要江山了, 淫乱无节制的淫乱, 所以说Algy原词, 他其实影出的是谁呢, 他来自于Orgism这一单词, Orgism, 那么说到这一单词呢, 必须给大家去讲几个长得很像的, 以防大家在写作的时候, 给我写的乱七八糟的, 来, 我们来去问一下这几个单词, 来高小师, 什么叫做Organ, 什么叫做Organ, 哎, 非常好, 器官, 那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知道他说的器官尾巴的意思啊, 不是口琴啊, 不是口琴, 他表示的是风琴, 风琴啊, 你想想, 之前呢, 我上这个维也纳旅行的时候, 在他那个当地最大的教堂里面, 看到一个展览, 展览呢, 就上面写的是, The World Largest Organ, 同学你知道是指着的器官的意思, 你是不是最好奇, 一样, 世界上最大的器官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 对吧, 但其实并不是, 它指的是风琴的意思, 那个琴真的特别特别大, 你要离好远才能把它整个装进你的相机里面, 好几层那种感觉啊, 然后键盘, 键子特别特别多, 那个Organ, 很壮观,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老师把这个器官这单词, 加上IC之后, 变成一个形容词, 你看, 当你的心脏, 你的肺, 你的肝, 你的肾, 都在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怎么样呢, 哎, 有机体吧, 对不对, Organic, 有机的, 比如说Organic Farm, 有机农场, Organic Hole, 有机整体, 对吧, 好了, 这两个单词, 大家其实都不是弄混的, 你容易弄混的是哪两个呢, 就是这两个, 尤其是那些拼写, 有很大问题的同学, 你在写作的时候, 或者你在说口语单词的时候, 这两个单词要弄混的话, 就极为的尴尬呀, 同学们, 啊, 华晨宇同学, 你怎么还跟明星宠名呢, 好, 没有问题啊, 之后老师, 老师再去一个地方, 然后再开一个节课, 行吗, 来分享一下那个地方的这个旅游的, 一系列的趋势, 啊, 你看, 有他说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才是组织, 你看又有同学弄混了, 这个单词, 这才是组织的意思, 这么回事啊, 那可以加上什么东北华晨宇啊, 什么四川林俊杰之类的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性高潮, 知道吧, 可以吗, 这个性, 你看性高潮才能跟淫乱达成编辑, 对不对, 而我这里这个Organism, 它指的是有机体, 啊, 它指的是有机体的意思, 所以说给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吧, 当时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打的是英国议会识辩论, 就是英语辩论, 然后呢, 这个辩论跟正常的辩论不太一样, 它是两个人们一组, 会组成一个team, 然后我有一个partner, 当时呢, 我们打了一场辩论, 它是跟environment, 环境, 生物相关的, 就是什么生物体啊, 环境体, 有机体相关的, 然后我的那个partner呢, 他全程都把这个Organism, 说成了Organism, 我刚一听的时候, 这两单词我好像没太分清楚, 我就查了一下, 查完之后, 我就那是想找一个坑钻进去, 全场啊, 他从头说尾, 八分钟都把这个Organism, 说成了Organism, 那一场我们比赛垫底儿, 因为大家听都非常的懵逼, 然后非常的酸酸, 所以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鉴学的教训, 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尤其写作文的时候, 你会让老师马上Organism, 是不是? 猪队友, 对, 所以说, 这个性高潮这单词, 它就引致了Orgy, 叫Orgy,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单词, 它使无节制的意思更多一些, 在那个新干年四当中, 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An Orgy of Spending, An Orgy of Spending, 什么意思? 现在双十一同学们, 马上就来了, 请你们要控制住你们自己, 知道吗? 不能这种Orgy of Spending, 无节制的花费, 剁手, 对不对同学们, 你发现它潮一点了, 对不对, 这就是剁手啊, No Orgy of Spending, 叫到下啊, Orgy of Destruction, 无节制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 对不对, 无节制的杀戮, No Orgy of Killing, 好, 就那天早点睡, 吃安眠药就过去了, 是不是? 那天都不要醒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单词, 也表示的是淫乱的下流, 哎呀,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英语当中表示这个意思, 单词能有这么多, 是吧, 我们来看这单词, 你看, 这单词大家重点来记一下这个miss就可以了, 就是mix, 混合, 什么, 很多很多人的混合, 看到了吗, 所以说你看, 很多很多人在一起混合, 然后呢, 交配, 是不是就是淫乱的混杂的, 淫乱的混杂的, 对, 好多下流的单词发现了吧, 你看, 学习一个这个语言的精髓, 就在于学习这个语言的脏话, 所以说我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老师给我的第一个这个阅读的这种文献呢, 然后的资料呢, 就叫做骂人争吵109句, 学一个语言, 我老师说了, 得先学骂人的话, 把骂人争吵的话学明白之后呢, 最起码你去国外的时候,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都骂不去, 是不是非常的有道理, 对, 对吧, 你学, 像当时我们高中来了一个留学生, 什么这个正经的中文全都没学会, 骂人的话一句都, 一句没辣的全学明白了, 骂到10的什么的全都学会了, promiscuous, 很多很多人怎么样呢, 杂交在一起, 就是淫乱的混杂的, 好, 那么什么叫做promiscuous sex, promiscuous sex, 对, 没错啊, 就是乱交, 是不是这样可以翻译,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了, 对, 可以可以认识一说的话, 你会讲, 多人行, 逼我识, 是不是, 多人行, 好了, 那么下一单叫做pornographic, pornographic, 那么它的名词就是pornography, pornography, 你看, 这个porn这个单词, 它就表达是隐乱, 对吗, 那么graphic指的是小画包, 是不是画包的, 就是连起来就是隐乱的, 对不对, 色情的pornographic, pornographic, 好了, 什么叫做pornographic video, 真不知道根哥这几单词是怎么讲过来的, 哎, 有颜色电影, 这人发现非常好啊, 是不是有颜色电影, 对, 小方片, 那么还有这种, 叫做pornographic literature, pornographic literature, 这单词是不是老是人家区分过, picture literature, picture literature, 有插画的文学作品, 对吧, MASO它指的就是淫秽文学, 那么下面pornographic magazine, 那么这种东西其实在日本, 它都是合法的, 都是可以在这个便利店买到的, 大家知道吧, 叫做色情的杂志, 色情杂志, 都是合法的刊物, 好, 没有问题, 花花公子应该还好吧, 是吧, 它那个尺度还是中国水平的, made in China的这个level,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去看的, 好, 小孩怎么办, 咱也不知道呀, 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国度, 就是那个样子的, 可能家长可能会劝一下吧, 是不是, 家长可能会挡一下, 好了, 你看, 刚才讲了这么多有颜色的单词呢, 这时候来了谁了呢, 来了我们的sensor, 对吧, 来检查我们的课堂了, 好了, 那么sensor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检查官审查员的意思, 检查官审查员, 怎么来了呢, 重点来加这个单词词, 刚才叫做sense, 那么sense, 你看, 影射就是感觉这单词, 他感觉非常灵敏, 知道这班机在讲一些颜色的单词, 是吧, 他又来了, 感觉非常灵敏的人, 特别适合做检查官审查员, sense, sensor, sense, sensor, 好, 那么怎么去记忆的东西吗, 这单词呢, 它有一个串击的口诀, 叫做检查员严厉检查, 严厉谴责人口普查的一致, 再说一遍, 审查员严厉谴责人口普查的一致, 那么首先, 我们都知道sensor, EROR解为典型表人的, 表示是审查员的意思, 那么加上SHIP,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SHIP呢, 表示是什么什么的一种关系, 或什么什么的制度, 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对吧, 所以说你看, 我有审查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就形成了审查制度, 叫censorship, censorship, 好, 那么再往下呢, 他表示就是谴责的, 审查员严厉谴责, 谴责, 指责, 叫做censor, censor, 那么人口普查呢, 你看是不是us, us, us, 我们的人口, censors, censors, 指的是人口普查, 一致呢, 叫做consensors, 你看, 是不是我们sense感觉, 怎么样吗, C1表together, 我们感觉一致, consensors表示一致的意思, 所以说连接就是, 审查员censor, 严厉谴责censor, 人口普查censors, 一致consensors, 好吗, 然后我们说达成一个共识, 叫做reach a consensus, reach a consensus, 没有问题吧, 再说一遍哈, 我们感觉一致, 有着共同感觉, 达成一致, 我们的人口, censors, censor, 严厉谴责, censor, 有感觉的人, 审查员, 好, 没问题, let's move on, 那么通过sense这个词根, 老师再给大家去拓展几个单词,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你看, 感觉嘛, consent, 我们感同, 深受, 感觉一致, 好了, 我赞同你的观点, 对吗, descent, 感觉不一样, 我不同意, descent, disgrame, 那a呢, 说起as比较加强, 就是感觉非常一致, 还是赞同, 还是赞成, rescent, 那高小师, 这里re曲的应该是像哪一层的意思, 什么样的感觉, 反对的感觉, 是不是, 我对你充满了什么仇恨, 愤恨的反对你的感觉, 叫做愤恨, resent, 那么再往下, pre sentiment, mint抽象名字后缀, sense, 感觉, pre之前, 我之前就有感觉怎么样呢, 你外面肯定有狗了, 我之前就有种感觉, 你外面有狗了, 有狗这件事情肯定是不祥语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它表示预感, 而且有指的是不祥事物的预感, pre sentiment, 之前的感觉, 好, 这次单词听懂跟上的, 个老师反馈, 好, 没问题啊, let's move on,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次单词, 同学们你们长得怎么样啊, 首先第一个单词, smother, smother, smama, 武则天, 怎么样的, 闷死自己家孩子, smother, 窒息啊, 使之息非常好, 第二件是, obsane, 我不看, 我不看, 我不看啊, 这眼, 这画面怎么样, 辣眼睛, 好, 下流的, 淫秽的, 非常好, 第三件是, censorship, 感觉好的人就去当审查官, 对不对, 是检查员, 那么这个shim的表现是什么什么资格, 什么什么制度, 现在就是审查制度, 好, 第四件是, slaughter, 哎呀, 都死人还笑呢, 都死人还在那笑呢, slaughter, 大屠杀, 特别好, 第五件是, executive, executive, cheaf, executive officer, CEO, 好, 他表示的是执行的, 这是个形容词啊, 执行的, 第六件是, presentment, presentment, 之前就感觉了, 你外面肯定有狗了, presentment, A, 他表示的是预感, 多是对不好事物的预感, 好, 第七件是, orgy, 大家想organism, sorry, 想那个organism, 对不对, 性高潮那个单子, organ, orgism, 所以说ergy, 他指的是, 无节制, 他名字啊, 无节制淫乱, 无节制淫乱, 那ergy of spending, 无节制的花费, 好, 第八点是strangle, string strangle, string strangle, 用绳子去勒死你, 是不是啊, 用绳子去勒死你, 叫strangle, 勒死脚死, 勒死脚死, 好, 再往下, 第九个slate, 哦, 他真的slate全场, 他slate全场, 哎, 秒杀, 对不对, 秒杀, 他slate到我, 真的紧念到我, 杀到我, 好, 第十单子, consensors, consensors, 说感觉一致了, 那就是达成一致, 感觉一样的达成了一致, 很好, 没有问题, 好, 这个单子大家掌握还不错, 那又进入到下一组单子的复习了, 我们再来一组单子图片, 也您看, 好, 那么, 首先, 我们来连第一组, 高草是Fury, Fury, 1234, 那张诺片, 他表示应该是愤怒吧, 连的应该是四个小孩, 暴躁不安的, 好, 第二点是detend, detend, 好, 连的应该是一, 这五方片你别走, 第三个单词, plaintiff, plaintiff, 好, 连的应该是法庭这张, 对不对, 好, 第四单词, taboo, taboo, A, 就是禁忌, 阻止禁止做模式,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单词, 首先呢, 来看第一单词, detend, 重点来讲一下这个单词词根, 叫做tend, keep, 我们来看, 这单词其实, 咱们之前也学过一几单词, 忘了是不是给咱们东西讲了, 这件事应该不是咱们讲, entertain, 这单词还有什么意思呢, 它都有keep的意思, entertain, 好, 你看这就是个误区, 这就是个误区,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单词它们有娱乐的意思, 这单词呢, 它的名词确实是娱乐, 消遣的意思叫entertainment, 那么这单词它动词的意思呢, 表示的是热情招待, 热情招待, 你看怎么进行了, 是不是留住, keep, enter, 进来就留住, 不让你走, 因为东北人情, 东北人民是不是特别热情, 来了, D这种感觉, 特别热情, 你来了就不能让你走, 来了就不能走, entertain, 热情招待, 那用什么去招待你呢, entertainment, 娱乐消遣, 是这么来的, 你去吧, 好, 那你看, 它表示keep保留的意思, 那怎么保留呢, D表示当向下, 就把你扣住了, 周五放学, 别走啊, 小树里等我, 可不可以啊, 周五放学, 小树里等我, 别走啊, D10, 向下就扣住, 留住, 留下来,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的下一条, pretend, pretend, 你看是不是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一直保留着, 跟我前男友相关的遗物, 是不是啊, 它的遗物一直保存着, pretend, pretend, 从头到尾, 保留跟前男友相关的一切, 对吧, 这个jerman也可以啊, 就跟德国人相关的一切, jerman too, 同一题换, jerman too, 好, 说, 那不是有个笑话说, 我这辈子不存在, 是离婚, 只从他来丧了我, 是不是, 好, 那下面这件词呢, 就是这个pretend, 它对应的叫那个形容词, pertinent, pertinent, 那么这下词表示, 这个形容词有关的relevant, relevant, 好, 再说边啊, per表示的是从头到尾, through, 从A到B, 从头到尾, 怎么样呢, 从头到尾保留着, 跟我前男友相关的一切的遗物, 好, 在下面这件词叫, this then, this then, 表示的是贬低的音词, 那么你看, 这原词是不是就是, this表示nective, 不好的, 贬异的, 否定的这样一个潜水, 那说什么呢, 是不是保留他不好的东西, 你看啊, 我要是保留我前男友的遗物, 我肯定不能保留他, 他对我好的东西啊, 这都是一些, 对伤害我的, 对我不好, 怎么样呢, 我得留着贬低他, 是不是, 你留着贬低他呀, 好, 叫this then, this then, 不好, 保留不好的, 说不好的, 就会贬低, 那么再往下, 叫做abstain, abstain, 那么这件词你看, 还是保留, 怎么保留呢, 这回是不要了, away对不对, there away, 把它抛到一边去了, 放弃, 就像咱们之前讲的discord, 还有印象到, 说多少三我要不起啊, 这张牌我怎么办啊, 我不要了, discord, 抛弃放弃, discord, abstain, 好, 这件词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往下扣留, 留住, 从头到尾一直保留, 跟我前内容相关的一切, 相关的relative, discord, 保留不好的贬低, abstain, 不要了, 对吧, 扔到旁边去了, 放弃, 好, 没有问题, let's move on, 继续往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愤怒这件词, fury, 愤怒, 那么这件词呢, 大家可以通过fair去记, 你看火, 那种火面的感觉, 熊熊的烈火, 是不是感觉怒火中烧,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成语, 怒火中烧, 把希腊神话当成这个复仇三女神, 复仇三女神, 这个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 这个第一代神啊, 叫做克罗诺斯, 克罗诺斯是怎么死的呢, 就是被他的儿子, 这个, 第一代神话是乌洛诺斯, 他被他的儿子克罗诺斯, 阉割而死, 那么阉割之后呢, 这个精血就射到了大地女神戈叶的身上, 那你要是想读这个希腊罗马神话, 你就知道了, 这个戈叶呢, 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孕的女神, 就是谁, 不小心把精血受到的身上, 他都能怀孕, 这时候该也怀孕了, 生了谁呢, 生了这个Furia, 复仇三女神, 这三姐妹呢, 长得身材非常的高大, 然后呢, 眼睛里面流着那个鲜血, 然后呢, 头上都那种蛇发, 特别夸张那种外形, 这个复仇三女神呢, 就是专门去复仇的revenge, 复仇者联盟啊, 可以让自己的revenger example, 他们就专杀那种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那么当时呢, 这个希腊的一个国王, 就是一个将军啊, 他回来之后, 就被他妻子所杀, 那么这个妻子的儿子, 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笨, 就杀了他自己的爸爸, 你看古家古家文化神话, 就这么的乱, 就是你杀我妈妈, 好, 那我就把你杀了, 这个三女神知道之后呢, 哎呀, 他敢弑父是吧, 真诚严重了, 追啊追啊追啊追, 就追这个男孩啊, 追到了这个太阳神庙这, 那么太阳神庙呢, 就有这些众神呢, 然后里面威胁的就是雅典娜, 雅典娜, 最后女神雅典娜, 雅典娜就说, 哎, 你来给我们评评你吧, 说道理英文应该杀了这个人, 然后雅典娜就说, 那大家投票吧, 最后一票呢, 哎, 关键性的一票, 雅典娜投出来了, 就说, 哎, 咱们还是不应该杀这个男生, 因为他杀人是有原因的, 有企图的, 最后呢, 这男生就逃过一劫了吗, 但是呢, 复仇三女神心中怒火不能消啊, 然后呢, 这雅典娜就答应他们说, 好, 我们要立志给大家众筹, 修一个神庙, 好了, 所以说, 修了神庙之后呢, 算是平息了, 他们这三个女神中间怒火, 所以说从此就产生了愤怒这件词, 对啊, 很多版本就是, 这神话就跟故事一样, 就是它流传起来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其中我讲过新闻的一版, 大家聊一下就可以了, 给大家讲小故事, 那么来造句子说, I had reacted in the fury of grief, I had reacted in the fury of grief, 这可以说是一个中文的成语了, 也不是呀, 有些老师喜欢研究, 有些老师可能不感冒, grief, 我们说它表示悲痛的意思, 对吗, 那么又悲痛又愤恨, 它应该是哪个成语啊, 悲痛交加吧, 是不是有这个成语, 哎, 悲痛交加哈, 它做出一个反应, 怎么样去反应呢, 悲痛交加的这样一个反应, 没有问题哈,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名词fury, 那变成形式呢就是furious, furious, 大家看过速度与激情吧, 有没有它的这个忠实铁粉, 它的这个英文呢就是fast and furious,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 对, 没错, 速度与激情,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翻译呢, 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就说这个翻译, 我突然想在当时我在这个香港上学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去看这个速度与激情, 它这个翻译叫狂野食素, 你自己品味一下, 你觉得叫狂野食素好听, 还是叫速度与激情, 翻译的比较好一些, 然后在这呢, 老师给大家去穿插一个这种, 就是翻译的小知识, 把它来看一下两岸三地, 怎么去翻译一些相同的, 这种进口的影片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首先呢, 就是一个zootopia,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上我上大, 都不能暴露年龄哈, 就是我当时看了这个电影, 我就觉得, 嗯, 这个翻译的非常不错, zootopia, 大陆叫做疯狂动物城, 你看是不是就是zoo, 然后是utopia, 乌托邦, 对吧, 动物的乌托邦, 就形成了我们的疯狂动物城, 对, 然后呢, 再往下, 这个香港翻译的叫做优寿大都会, 优寿大都会, 咱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听起来会怪的, 还有比如说咱们的这个la la land, 你看大陆叫做爱乐之城, 香港叫做新生梦里人, 台湾叫做越来越爱你, 啊, 这个我觉得翻译太不错, 是吧, 越来越爱你, 啊, 那么爱乐之城翻译的也是比较精炼的, la la land, 文化底蕴这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哈, 下面这个, sully, 大家知道这个萨利机长吗, 就最近中国火了一个电影, 叫做一个中国机长, 它其实呢, 就是灵感来源于萨利机长, 西方有萨利机长, 中国就有中国机长, 那么sully呢, 到大陆发言经常就是直接萨利机长, 然后香港有时多此一群啊, 叫做破江奇迹, 台湾叫做萨利机长, 哈德逊奇迹, 对不对, 你要是叫个机长, 我可能还有兴趣想去看一看, 你叫这个奇迹之后, 我就完全不想看了, 我就觉得可能也没有为啥, 对, 然后对, 还得看人文, 因为当地那个文化, 它的那个习俗啊, 它的那种, 呃, 传承跟咱们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 而且还有那个粤语之间的文化, 白话那种文化, 咱们可能就不太理解, 好, 然后这个, 这电影你也听到, 它叫The Lombester, 指的是龙虾, 对, 它是什么, 龙虾, 对, 大陆就叫龙虾, 然后港台呢叫做单身动物园, 咱们就直译了, 然后呢, 港台是把这整个剧情给它抽象出来了, 然后呢, 给它翻译成单身动物园, 跟哥讲的是不是啊, 吃货跟哥, Lobster, Lobster, 好, 那么下一个, 我们来看看, 由这个愤怒这个单词, 它能衍生出哪些同一词呢, 首先第一个fear is不说, 下一个infear it, 你看, in放到动词之前, 它就是加强效果, 同学们, in放到动词之前加强, 加强愤怒还是愤怒激怒, ok, infear it, 那除此之外呢, 同一词, rage, 看, 我想杀人, 同学们,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我真的好想杀人呢, rage, ok, 它表辑是这个愤怒疯狂的意思, 那么一道句也说, his face was red with rage, 它怎么双颊通红, 愤怒不止, with rage, with rage,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没有说想杀我的前男友, 我还是非常温柔的是吧, 没有那么暴力,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了, 再比如说你看, 这个rage放到不同的语境当中, 它翻译的就不一样了, the rage for mobile phones, the rage for mobile phones, 怎么去翻译呢, 你不能说手机生气了, 是吧, 你使iPhone然后华为生气了, 肯定不是这样的, the rage for mobile phones, 那怎么去翻译呢, 哎非常好, 不是痴迷, 不是痴迷, 哎热潮可以, 就是风靡起来了, 流行这个移动电话怎么样呢, 瞬间得到了普及, 风靡, 狂热, 对, 那张呢, 就是比如说在非洲那些地区, 他们在前一阵还停留在那个, 就是那种, 呃, 这智能机之前叫什么机来着, 就那种机器, 就是现在才刚刚去普及这个智能机的使用, 所以说他们整个的还是非常落后的, 大个大, 那倒不至于, 那太夸张了, 对, 小龄头那种三件手机, 老人机, 对对对, 老人机, 好了, 那么rage表示疯狂愤怒, 下面outrage, 愤怒怎么都出来了, 就更加愤怒了, 变化两个字是一个意思, rageoutrage, rageoutrage, 那么下面这件词也表示始发怒, 叫做irritate, 那么at, 动词后缀不说了, 这里这个rate, 它的词根延伸, 就是它指的是race, 那么race表示摩擦, erase, 同样说的eraser, 橡皮就是把它擦掉, 所以说race, 你看, 橡皮是什么摩擦这个过程, OK, 所以说它表示摩擦, 怎么摩擦呢, ir, 同化了, 比较加强, 对吧, in, 然后同化了, 变成r之后的表加强, 就是加强去摩擦, 那么想一想, 你们两个之间摩擦剧烈了, 是不是就产生一些争论了, 然后使你怎么样的发怒了, 或者你用力摩擦你头部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非常烦躁发怒的这样的状态, irritate, 用力摩擦, 使发怒, 好, 三方下, 叫做这个irritating, 对应那个形容器, 就是令人感到发怒的, 对吧, ing, 令人怎么样的, 加立地之后呢, 就是你本身感到怎么样的, 我本身感到非常地愤怒, irritate, 好, 在下面, royal, 这单词大家还记得怎么去记吗, royal, 脱油去记, 搅和油, 你想一想, 我越生气你越来着搅和, 我越生气你又搅和, 越搅和怎么样我越生气, royal, royal, 使生气, 对, 火上浇油, 大家可以这样记, 火上浇油我更生气了, 好, 再往下呢, 叫做insense, 这单词大家可以用incentive去记, incentive, 说表的是刺激激励啊, 你看刺激激励, 所以说insense激励, insense激励, 嗯, 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通过send去记, 用这个钱, 每分, 用钱去激励它, 也可以, insense, send, incentive, incentive怎么记啊, 嗯, 就可以通过send去记啊, 同学们, 这是不是钱, send, 每分, in表加强, 用钱去激励你, 对不对, 表示刺激的意思, 激励刺激, 嗯, 好, 下面vax, 这个男子同学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今年的中国有嘻哈,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选手, 就叫做vax,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 没有是吗, 然后里面有一个, 我挺喜欢那个rapper, 我觉得他还非常有态度, 他叫做vax, 但是这个rapper文化, 就是那种非常愤怒的, 呦嘿, 就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keep real那种感觉, peat and love, 就是那种愤怒生气的感觉, vax, 当然了,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就通过这个五个前任去记, 五个前任, 你应该是使男朋友跟你在一起说, 你教我几个那个前男友, 我就有一个, 对吧, 那后来发现, 通过翻你这个, 什么微信的记录, 发你这个后期的五个男朋友, 是吧, 瞬间生气了, 怎么有这么多, 比我还要多, 是不是, vax, vax, 五个前男友, 是生气, 是烦恼, 我们来造句一件, 说, I didn't think to back to you by such a trifle, 我不想去让你生气, 用什么让你生气呢, 这样一个非常细碎的小事, 对吧, triple, triple, 还记得吗, triple, triple, 三个二六口谈论的是不重要的小事, triple就是triple的这样一个名字形式, 我不想用琐事去让你烦恼, 让你生气,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哦, plaintiff, plaintiff, 表示的是我们说原告的一单词, 那你看怎么去进行呢, 我们说complain, 它表示报应的意思, 对吧, 那么plaint还有报应的意思, 那我首先, 我说, 哎呦, 我太吃亏了, 我太冤了, 我得去告你去, 我要抱怨一下跟法官, 是不是, 就是plaintiff, 它表示是抱怨的意思, 它表示抱怨的意思, 哪个, plaintiff, plaintiff, 哪个发言不一样, 读音和电脑读音不一样, 怎么解决, 什么意思啊, 哪个读音跟电脑读音不一样, 是你自己的, 还是老师的, 写和, 末写和电脑读音, 末写和电脑读音不一样, 就是你们说那个词单吗, 五点就写, 是你们听写的那个, 解锁的那个, 那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音, 一个美音呢, 可能是你背的时候, 它不太一样, 那你就两个大发音, 都可以去背一下, 两个发音都背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单词, 就大家那么抱怨的单语机会, 想去抱怨一下, 跟法官去抱怨, 就是原告, plaintiff, 那么, 有原告就有被告, 我们来看, 原告的plaintiff, 背告的defendant, 告诉我, 表示这个单词, 可以瞬间让你想到哪个单词, defendant, 让你瞬间想到哪个单词, 爱语然后defend,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防御状态, 所以说defendant, 就是你攻击我好了, 我要给我自己做出辩护, 所以说它表示是被告, defendantant结尾的, 是表人的这样的后缀, 那么, 现在老师把它变成名字, defense, 这单词是你一定在大学四年当中会经历过的, 你以后读研的度过都会经历, 什么叫做thesis defense, thesis defense, 没错, 叫做论文答辩,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你答辩的时候是不是老师就给你提了很多问题, 攻击你, 你为什么写这个, 然后你写这个点是源于哪个文献的, 不断去攻击你, 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defense, 你要防御它的攻击, 你告诉老师, 我写它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我身受什么什么的感目, 对吧, 我这个文献是选字nappernapper书书, 论文的这样一个防御, 叫做论文答辩,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 那么下一个时间叫做taboo, taboo, 禁止, 禁忌的意思, 怎么去禁忌的东西吗, taboo, 是不是啊, 他不去做的事情, 就是禁忌, 就是禁止他做的事情, taboo, 那么你会发现, 有一个单词跟他长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像, 就是谁呢, 就是taboo, 来问一下有没有分不清他俩的, 一到阅读文章里面, 哎呀, 到底是taboo还是taboo来着整个明白了, 虽然两个单词都认识, 哎, 这单词叫做文, 你身都对吗, 老师给很处在那里告诉你, 用我的这个文学思想告诉你, 不是小四旁的文, 是文字的文, 这个文字的文在这里它是个动词, 就是往你身上去绘画, 对吗, 文身叫taboo, 怎么去进到他图, 他往身图, 就是他去文身了, 是不是, 小猪配其身上文, 一看就是社会人, OK, 名词文是有没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呀, 我这当时, 我记得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告诉我的, 文身的文是, 没有小四旁的文, 我记得特别识, 好了, 再说一遍, taboo, 他不, 他不做的就是禁忌, taboo, 他图, 他往身图的小猪配其, 这就是他的文身, 能去分开了吗, 好, 这不是重点, 同学们, 有没有小词就不重要, 这不会影响咱们在英语考试的文章去得分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的同一词, 这应该都是上几个课学过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prohibit, 那么habit这件词, 跟大家记得吧, 它表示还有一个抓住, 上前一把抓住你, 禁止你做谋事, prohibit, 上前一把抓住, 禁止你做谋事, 再往下, perscribe, 写在前面的大圆盘, 写在前边的大圆盘, 禁止你做谋事, proscribe, 再往下, interdict, 中间去说, 半路插出一个成要筋, 中间说禁止你做谋事, interdict, 再往下, forbade, 补充一个单词, 怎么记得呢, 谐音联想, 付贝勒, forbade, 你想一下你要早见的话, 付贝勒, 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你妈妈爸爸, 是不是马上会出来怎么样了, 阻止你, 禁止你做谋事, forbade, ok, 没错, 紫禁城叫做forbidden city, 对不对, 紫禁城咱们的故宫叫做forbidden city, 禁禁禁止, 好, 没问题吧, 这两词都表现是禁止做谋事, 那咱们来重新来复习一下, 咱们把它重新的梳理一下, 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了, 首先来第一词, taboo, 他不做的事情, 他不做的事情, 没错, 就是我们的禁忌, 禁止禁忌, 第二词, plaintiff, plaintiff, 他表示的是, 你看抱怨吗, 原告去跟法官抱怨, 对吗, 没错, 表现原告的意思, 第三词, furious, furious, 没错, 他表示就是fast and furious, 食业狂速度, 这个速度与激情, 对, 速度与激情, 好, 三往下, pertinent, pertinent, 说, 一直保留着跟我前男友相关的一切, 有关的相关的relative, 好, 第五词, vex, 五个前男友, 瞬间激怒我的现男友, 我有五个前男友这件事情, 瞬间怎么样呢, 让我现男友暴怒生气, 没错, 第六词, detend, 向下扣住, 留住, 向下扣留住, 表示扣留, 星期五放去别走, 小数人见, 第七词, forbate, forbate, 没错, 他表示父辈, 会禁止你早恋, 没错, 禁止, 第八词, royal, royal, 火上浇油, 激怒, 是生气, 第九词, tutu, 他图, 小猪配起身上门, 一看就是社会人, tutu, 纹身很好, 第十词, interdict, interdict, 禁止, 对吧, 中间说话, 禁止就谋事, 很好, 没有问题, 这是这种单词, 掌握得不错,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一组, 看看这种单词, 大家掌握得怎么样, 找相同, 找出于所给单词, frugal,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thrifying, l,b, right, c, intact, d, sophisticated, a, 没错哈, 连的就是我们的a选项, thrifying, 这是节俭的, 节俭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frugal, 根哥是我给他说的, 根哥最爱吃俘虏了, 早上的时候他不吃点俘虏, 不吃点豆腐脑感, 这一天都活不下去了, 是吧, 根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老年人的作戏, 好了, 那么注记, 就是吃点俘虏就够了, frugal, frugal, 吃点俘虏就够了, 朋友们想一想, 是不是人过生日, 过日子非常的节俭, 节俭的frugal, frugal life, 节俭的生活, frugal lunch, 节俭的这样一个午餐的标配, 昆内, 这个课还有半个小时, 还有半个小时, 好了, 那下一单词, thr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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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单词表也是节俭的, 怎么去记呢, 这单词我们都知道动词叫做thrive, 那你知道thrive这单词呢, 怎么去记啊, 那你看, thrive大家可以想的是tri加river, 三条河流汇聚的地方, 你想一想, 我们说古代的城市呢, 它都是沿河而建的, 对吧, 哎, 没错,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三条河流都在一条汇聚, 这地方必定的兴旺发达呀, 对吗, 所以说你看, 你要想繁荣昌盛的话, 你不能说大手大脚花钱呢, 距离存款一万, 还差两万,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所以说咱们必须要节俭, OK, 所以说这一单词表示, 就是形容词节俭的, thrifty, thrifty, 你想要thrive, 反正昌盛我就必须要节俭, thrifty, 存钱, 往下助理存钱,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单词叫sparing, a sparing, 表示节约度, 同学们, 高老师spare这单词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你可能会有这个spare key, 那是sheer, sheer边的分析, 它表示是备用的非常好, 比如说备胎, 是不是, 你备用轮胎啊, 叫spare tire, 那么如果说真的, 咱们说, 现实生活中有备胎, 怎么都知道呢, 就是你可能, 除了你男朋友以外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男同学, 那个备胎, 大家知道原因怎么说吗, 不知道, alternative, 这翻译的不错, alternative, send by, 它叫做backup, 就是在背后支持你的, 默默给你爱的人, 就是你的备胎, backup, 你没有, 你不知道, 这回知道了吧, 这回你有了, 你也可以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sparing, spare, 表示备用的, 你看, 备用备用, 为啥呢, 你要得节约使用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sparing, 表现的是节约的, 备用的钱别仍然留着, 以后还能用上, 非常的节约节约, he's very sparing with his money, 他对于自己钱的这个花费啊, 非常的节省, 非常的节约,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sparing以外呢, 还有这点叫economical, economical,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经济仓叫做economy class, economy class指的是经济仓, 所以说economical这个形式呢, 表现经济的节约度, 比如说an economical use of space, 非常节约是去的, 去是一个使用空间, 比如说香港同学们, 大家都知道那种非常小的户型, 我当年住的那个, 就是我住的租的那个房子, 就是只有大概30多平吧, 里面住的4个人, 上下铺, 上下铺那个房子大概可能只有4平米左右, 你也不用说老师你住的太小了, 香港就基本上都是那个尺寿, 就大概都是那么大, 没有特别大的户型, 除非你说那种明星能住那种几百米的, 但是一般正常人就是家庭, 就是很多人在挤一个可能几十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都非常的正常, 对, 100就是豪宅, 真的是豪宅, 寸度寸金啊, 那你想想当时我的租金, 我住的是一个床位哦, 大概是3200多港币, 3200多港币, 折合人民币有3000块钱了基本上, 想象不到吧同学们, 那个3000块钱呢, 在北京都可以租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单间了, 但是在香港就是4平米的一个上下铺, 就蜗居的状态哦, 你想一想, 为什么那个房屋的建设是非常economic use of space, 节约上空间的, 就是当时香港会有些脱口秀, 然后很搞笑, 就说我的外婆住在我家客厅的, 就是吃饭的桌子上, 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给她住了, 所以我的外婆Brenner住在我们家客厅的桌桌上, 就是这么的搞笑, 非常节约的就是使用这个空间啊, 小小物行的使用空间, 好, 对,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这个单字跟它有什么区别的东西们, 一定要去分开啊, 这个economic, 它表示是经济特别和经济的增长,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的发展, 而这个economic它才是节约的经济的, 这两单字要去分开, 节约使用, economic use, 好, 没有问题吧, 那接下来继续往下, 我们来说一下, 同学们, 你发现了吗, 就女同学要是说花钱花的少的话, 它就是一种节约行为, 但男同学如果要是跟女同学出去花钱花的少的话, 你就会被人家说为吝啬的, 有种感觉吗, 是不是, 爱抠, 对, 女同学要是花钱少的话, 人家是节约, 男同学要出去花钱少的话呢, 就是抠门吝啬, 我们来看吝啬这几个单字, 怎么去说, 是吧, 老师说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现状吧, 男同学就感兴起老母平衡了, 老师我也是节语, 我不是口, 好, 我们来看吝啬这颜色, 首先第一个是stingy, stingy, 我们来看这单字大家通过sting去记就行了, 丁, 蚊子, 是不是啊, 丁你丁你, 就你想想就是蚊子吸血, 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呃, 哎, 这单词我当时想怎么讲来, 我怎么突然忘了呢, 我想联想一下, 丁, 丁你一下, 吸血鬼, 吝啬的钱报了万次班, 哇, 你真太感人了, 这谁啊, 朴格, 朴格太感人了, 啊, sting, 是吧, 就是死盯着你, 看上去叫死盯着你, 这点钱吝啬的, 吝啬的, 死盯着你, 口袋里这点钱, 非常的吝啬, stingy, stingy, 好, 那么下面这些是niggerly, 啊, niggerly, 那我之前, 昨天刚看一个特别好看的这样一个电影, 是那个昆丁主, 当导演, 就是导的一个电影, 叫做拯救张狗, 拯救江哥, 不知道大家, 被拯救的江哥,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我是个暴力美学的电影, 然后里面讲的就是, 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发生的一些黑人跟白人之间的这样, 叫恩怨情仇, 买卖黑人的, 那里面你会发现, 就所有的这个黑人, 他都会被叫做这个nigger,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是管黑人叫nigger的话, 你真的是把他打回这个南北战争之前, 打回奴隶社会之前, 特别不礼貌的那种说法, 还有就是negro, 这都是不好的说法, nigger, 怎么去说呢, 哎, 没错, black man, 黑人, 就是中性的说法, 中性的说法, 非常好, 对, 好了, 你看, 黑鬼真的是非常吝啬的东西吗, ARD老师讲过, bleezard, sluggard, 对不对, 都是本不好的, 不好的事不好的人, 所以说你看, 黑鬼不好的, 他们真的平均色, 因为啥呢, 他们挣的实在太少了, 大家知道吧, 那个黑人呢, 平均的薪资就是每个月大概就是四五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你说他们能大方到哪去呢, 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都一天吃一顿饭到两顿饭, 为啥呢, 节约钱呢, 吃不了那么多顿, 所以说能吃上三餐, 真的是一个奢侈的事情, 好, 黑人是吝啬的, nigger delay, nigger delay, 好, 下面一单词, passimonious, persemonious, 你看是不是怕失去money, 怕失去钱的, 还是吝啬的, persemonious, 怕失去钱的, 吝啬的, 好, 那么除了这个吝啬的尾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这个节约的反应器浪费的, 怎么就说, 叫levish, levish, 这单词呢, 还有浪费的, 还有慷慨的意思, 对吧, 还有慷慨的意思, 那么很远, 这个lev这个词跟它表示wash, 你最常见的一个单词应该叫做levatore, levatore, 尤其是在飞机上, 同学们下回来坐飞机的时候, 请你认真观察一下, 那个洗手间, 它不叫做washing room, 不叫rest room, 它叫做levatore, 观察一下, 那个洗手间, 那个飞机上的洗手间, 换, sorry, 叫慷喜室, 慷喜室, levatore, 同一项词, rest room, 那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说, 哎, 问一下同学们, 那个, 我到哪能去上个洗手间呢? 我想找一下厕所在哪, 怎么去说算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 大家知道吗? 怎么去说, 哎, 洗手间在哪, 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 哎, 非常好, 陆琦同学, 提出表扬, 叫做where can I wash my hands? 我到哪能去洗洗手呢? 是不是比, 哎, 厕所在哪, 听起来文雅很多, 对吗? where can I wash my hands? 我只想洗手, 也一样, 这就是英文当中的euphemism, 鬼文语的一个用法,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 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直给你洗手, 真的没有上厕所, 国外不会这样的, 那中国可能有一些餐馆, 像可能今天有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 洗手间跟他的洗手池分离的, 就是为了怕你去占用这个洗手间, 是吧, 但国外基本上没有, 能洗手的地方就一定可以上厕所,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英配, 老师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首先来第一个单词, 勾结密谋, 勾结密谋, 当然能听懂, 绝对能听懂, 这就是老外一个非常文雅的说法, A叫做canspire, 或者是collude, 还有吗, knife, 这三个单词都是勾结密谋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是scode, 好, 表示的是责备, 对不对, 指责的意思, 第三个单词, elocution, elocution, 没错, 往外去说话, 演讲, 演讲, pensive, pensive, pense表示的是wait, sorry, 表示wait, 沉思的沉重的, 非常好, 沉思的沉重的, 悲伤的, 好了, 没有问题, 咱们来看一下这几点词, 那么conspire呢, 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的话, 我就顺带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吧, 就不做重点讲解了, 那么, 首先你要知道spirit这个词根, 它表的是, to breathe, 对吗, 好了, 现在所有人一起breath, 共呼吸, 共患难, 对吗, 串通一切, 沆泻一切,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勾结密谋, 勾结密谋, 传统一切, 很好, 那么现在往里吸, 首先它有吸入的意思, 吸入的是什么呢, spirit, 精神, 所以它有吸入精神的意思, 受到了鼓舞, ok, inspire, 没问题啊, 再往下, 同学们, expire, 这回怎么吸呢, 这回是直往外吐气, 不往里进气, 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直往外吐气, 不往里进气, 他就断气了, 那么人是断气, 那么文件是啥呢, 对吧, 还有刚才同学, 姚老师那个这个护照的事儿是吧, 之前给大家展示了护照之后, 我换了一个图片, 来看一下, 你把那个很多很多那个你买的产品翻过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标识, 一个是mfg, 一个是exp, 你都知道这个缩解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就是expire, expire这单词的东西, 就是过期, 过了这个时间, 这种就过期了, 那么fmg, 大家知道什么单词吗, 生产, 非常好啊, 是谁啊, ysg同学, manufact, manufacture, 生产的期, 生产的期叫做mfg, 而我的sxp呢, 这个是expire, 过期了, 失效了, 好,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racebear, racebear, 你看是不是就来来回回的呼吸, 所以它就是呼吸, 它就是呼吸, 高噪师这个语块什么意思, artificial respiration, artificial respiration, 哎, 没错, artificial, 你看art, 艺术的, 艺术多数不是天然的, 人工的人造的, 人工的人造的什么呢, respiration呼吸, 简称人工呼吸, 比如说, 有没有想给肖战做人工呼吸的呀, 想给这个根哥做人工呼吸的, 有没有啊, artificial respiration, 哈哈, 有是不是, 好, 那么下面又是怎么呼吸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都想, 哈哈, 大家这个想还挺荣誉的,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呢, 下一代叫praspir, praspir, 那么, 什么叫别喊你, 你叫小战吗, 好, 那现在呢, 你看, 持续的从头到尾呼吸, 帮你们想一想, 你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你的毛孔, 持续的从头到尾一直在呼吸呀, 所以说你毛孔在呼吸, 就是在出汗流汗的, praspir, OK, 看读书话, praspir, 那么, 再往下, susbair, susbair, 向下去呼吸, 唉, 唉, 还有15分钟就要下课了, 唉, 怎么过得这么快, 对不对, susbair, susbair, 叹气, 向下呼吸, 啊, 当然是读bair的同学们, susbair, 为什么呢, 因为同学们, 这里呢, 他中读了这个s之后, 这个辅音, 他就会变反应, 不是susbair, 是susbair, 他就会变反应, 像school, 他不是school, 对吧, 是school, experience, 不是experience, ok, 对, 同一句话题就是sign, sign, 对, 好, 再往下, transpair, transpair, 这台词你看是不是就是, 从A, 就是, 互相呼吸, 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 怎么样呢, 泄露的这个消息, 对不对, 互相, 你传, 把你的呼吸传给我, 我再把我的呼吸传给他, 怎么样呢, 泄露了, 泄气了, 表示这个消息的泄露, 来讲造句的说, this story, 你一直以为非姐跟跟哥是一对, 是不是, 这也是千古谜题,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跟哥, 非姐, 江光老师, 他们三个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说, this story, it later, transpair, was untrue, 这个故事最后怎么样呢, 泄露出来说它不是真的, 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克, 这个故事纯属是虚构的, 被泄露出来了证明的秘密, 对, 昆取王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individuous, ok,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scode, scode表示责骂你一些, 那么这单词我们来看, 它通过这个code去逐渠就可以了, 寒冷, 你想想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我内心拔凉拔凉了, 太伤心了, 太寒冷, 对不对, scode, code, 有指的是上级对下级, 找一对晚辈, 比如说跟哥骂你, 就叫scode, 对不对, 好, 走句子, he scolded them for arriving late, 比如说他是老师, 但是责罚他们怎么样呢, 今天来晚呢, 所以说WC是4, 来记一下, scode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责罚某人做某事, scode for them, scode them for arriving late, 好, 对啊, 根哥不仅田领有地, 整个这个辽宁省都有地, 对吧, 他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之后, 在辽宁买了100多亩地, 准备种田呢, 种胡萝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过儿与小龙女, 老大也变了个顺口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顺口渠是这样的, 对, 地主, 这个顺口渠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 说, 自幼非常bold, 武功密集unfold, 冰床非常code, 害怕姑姑死gold, 好, 我们来一起逐一处理一下每个男子意思, 好, 首先这个, 自幼非常bold, 告诉老师什么叫bold, 老师刚才那些纯属虚构啊, 纯属虚构, 大家听就可以了, 好了, fold, fold, 爱非常好, 他表示的是大胆的, 对不对, 大胆的, 自由的, 非常的勇敢, 敢跟那个什么赵志敬, 对着干, 是吧, 然后武功密集unfold, 什么叫unfold, 你知道fold吧, 你会听到经济厅厅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你一个这个教学的指令, 叫做unfold your book, OK, students, now unfold your book, 什么意思, A, 别说的表面打开, open your book, 你看fold表面折觉, 对吧, 那一文表否定就是折叠他的反应词, 怎么样呢, 把它展开打开unfold, 好, 接下来冰床非常cold, 那个含义冰床怎么样的非常冷, 但是对于练功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所以说再冷也必须要上去睡, 害怕姑姑的什么呢, scold, 则骂, 因为是姑姑则骂他之后, 他内心更加的寒冷, 不只是身体上的, 更多是精神上的, OK, 再说一遍, 自幼非常gold, 武功密集 unfold, 打开, 冰床非常cold, 寒冷, 害怕姑姑scold, 则骂, 没有问题,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个scold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他所对应的同一词的词词, 第一个, condem, 同学们, 骂人的话怎么会吧, damm it, 对不对, 说, 嗯, 去死吧, 就是这种非常生气, 这种泄恨的这样的词话, damm it, 所以说你看, 所有人together一起来骂你, 那么condem就是指责, 有指这种在正式场合上的谴责, 叫做condem, 好, 剩下两句单词呢, 我们来看, 一个叫做reprove, 一个叫做reproach, 怎么信呢, 你看把它拆开, re而一表是back, approve, 支持叫做approve, 那么back就是不支持, 不支持就是谴责你, reprove, 那么这一单词同理, approach, 接近, 不想接近, 选择你, 远离你, 谴责, 职责, reprove, reproach, 这两单词可以放到一起去记, 好,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来怎么忘记去往下, 来看这个单词叫做ellocution, ellocution, 表示演说, 那么怎么去记呢, 同学们, lock, lock, 这个词根它都表示是speak, OK,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dialog,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听对话, 对吗, 你看, 那里是不是使用到一个数字前置, 是di, 两个人说话, 就是对话, 那么一个人说话呢, 大家知道内心独白这点怎么去说吗, 内心独白, 先按摩一下前缀, 叫mono, 一个人好, monologue, 对吗, 所以说两个人说话, dialog, 一个人说话, 内心独白, monologue, 好,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词根, lock, 那现在呢, 老师把它跟这个不同的前置去搭配, 就会产生不同的化学效果, 比如说第一点词, ellocution, ellocution, 说往外去说, 往外说话就是演讲, 就是演讲, 名词演说,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说特别好, 叫做, silence is more eloquent than worse, 事实胜于雄辩, 对不对, 沉默有的时候比这个更多的话, 要更加具有这个辩论性, 更加具有说服性, 所以说爱沉默的事情, 非常翻译非常好, 所以说他喜欢词eloquent, 这就是雄辩的, 有口才的, she is an eloquent girl,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 善于雄辩的那个号, OK, 好, 那么下面这件事情呢, 你看, 变成了这个, interclude, interlocution, interlocution, 那么这回怎么说呢, 在中间去说, 在两个人中间去说,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来来回说, 所以说他表情就是对话,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interlocution, OK, dialogue, 没错, 他也是dialogue, 同一题换题, 好, 陈云老师, 能怎么冒出陈云老师, 是什么鬼,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件事情, 叫做circumlocution, circumlocution, 那么这个词, 你看, circum, 大家想的是circle, 圆圈, 对不对, 说这个人说话怎么呢, 总是转圈圈, 来来后会跟我说一些没有用的话, 特别的, redundant, 对吧, 累赘的话, redundant, worthy, 没有用的话, circumlocution, circumlocution, 嗯, 迂回, 可以让人说, 对, 我的好机友, 这你们都知道呢, 好, 没有问题吗, 车古鲁话, 前古鲁, 后古鲁, 前古鲁, 比后古鲁, 长四米的, 车古鲁话, 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 还是有这个lock, 这个词根构上了下, 咱们记得, cloquial, 这段词, 你看是不是一起说话, 一起说的话, 就是咱们的口语的, 会话的, 比如说, 咱们口语的, 会怎么去说呢, 一个话号就是那种土话, 你干啥呢, 就是东北的口语, 是不是, cloquial word, 那如果是翻唱书面语, 就是你在做什么, 是不是听见, 就非常的书面语, written words, cloquial words, written words, 是完全对译的, 是不相同的, 好, 那么在下面, obloquial, obloquial, 这回怎么说呢, ab表示反对, against, 反着说, 那要是反着说, 他不好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辱骂, 对吗, obloquial, 就是反对他的这个不好的辱骂的话, 好, 最后一单词叫loquacious, 那么aciou, 刚才老师也没过来讲到的, 表示是many, many, 很多很多说很多话的人, 他就是我们的话匣子, 对吧, 爱说话的人, 那么在英文当中呢, 还有一个单词, 也可以表示爱说话, 叫做talked, 你看, tve, 抽象形, 形成词后缀, 对吗, 那么talk, 比如说, 能说的人就是爱说话的talked, 除此之外, 来看一下, 看图说话, 他叫做Mr. chatterbox, 那么什么叫chatter, chatter with somebody, 就是跟老人去聊天, 说话, 对不对, 说你真的是一个box, 箱子, 匣子, 画匣子, chatterbox, 对, 没错, 比如说你看, 空中老师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chatterbox, 小位手上小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说话, 老师为了访我呢, 就把全班最不爱说话的女同学, 安插在我的旁边, install around me, 但是呢, 不久之后, 他们都变成了全班最爱说话的女同学, loquacious, 话很多的, OK, 干扰了吗, 这单子, 你就知道, 你知道的太多了, 好了, 那咱们来看, 最后一单子叫pensive, pensive, 这单子表这是沉思的, 然后深思的, 这单子重点来接下来的词根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叫做weight, 重量, 那么通过那个pound, 英镑就行, 还有就是cost,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那个expensive, 花钱, 你看怎么样的贵呢, 就花钱花多了, 往外花钱花多了就是贵的, 对吗, expensive, 还有一个hand,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suspense, 在下面去悬挂, 悬而未决, 这单子学习, 好了,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weight, 重量这单子, 重量这单子, 那么通过这些单子,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单子ponder, ponder, 你可以这样去进行, 我仔细的思考一下, 我最近是怎么ponder, 我咋ponder, 对吧, ponder, ponder, 我仔细思考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ponder, ok, 大家可以这样去联想进行一下ponder, 那么ponder加到ous之后呢, ponder is, 就是深思熟虑, 你看深沉嘛, 对吧, 深沉, 深沉嘛, 沉重的笨重的, ponder is, 这次很适合你, 是不是反映一下, 反映一下, 最近咋ponder, ponder, ponder is, 你看跟沉相关吧, 沉重的笨重的, ponder is, 那么preponderant, preponderant, 是不是之前有重量的, 这个东西, 你看, 倾斜了, 前面的重量更多一些, 所以说前面它是占主导优势地位的, 同一段词, ponderant, preponderant, 一鸣老师, 我会转告他呢, 他现在已经怎么样了, 减肥已经非常成功了, 一鸣老师之前就是每天必须要喝一大桶可乐, 他不喝的话, 今天感觉过不去的样子, 现在已经完全戒掉了那种盘水啊, 然后呢, 可乐啊, 这些什么肥债快乐水, 他已经完全戒掉了, 所以说, 一鸣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大家看到到成功人士都对自己非常狠,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ponderant, pend, pend这个词根, 表示一个weight, 重量的这样一个词根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啊, 下面这个表示, 悬挂的意思, 都有哪些单词, 首先第一个, suspend, 是在中间去挂着, 悬挂, 比如说上面挂了个灯, 悬下来了, 是不是它不会, 它就是悬在那儿, 禁止状态, 暂停, suspend, 所以说, 在英文那儿有个短语叫做insuspense, 使用的是它的名词, insuspense, 这件事情是悬而未决度, 悬而未决的insuspense, 嗯, 好, 那么再往下, impend, 我们都知道, 这些老人还可以讲的, 那叫pending, 对吗, pending就是还被决定的, 那么in, 表示是这种, 马上即将要, 怎么样发生的一个状态, 对吗, 就是即将要发生的, impending, impend, 同一段词, forthcoming, 对不对, 还有eminent, 没错, 这些老人还讲过的, 即将要怎么样呢, 要来临的, impending, eminent, 还有我们的forthcoming, 好, 再往下, append, append, 那么这段词来看一下, appendings, 打开你的一些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文献, 后面会有个复录的部分, appendings, 是不是加强, 加强挂在我身上的, 就是我不想要一个附加的部分, 复录的部分, 除此之外, 还有蓝尾的意思, 对吗, 同学们, 你想想蓝尾这个地方就是, 切不切的, 其实对你的身体都没有什么大的这样的, 那个伤害, 或者是作用, 它就是附加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小肠子, 但是把它切掉之后呢, 其实没有任何的卵用, 没有任何的功效, 附加的一部分, appendings, 好, 最后一代词, 叫做recompense, recompense, recompense, 它表示也是补偿跟赔偿的意思, 那可以通过这个compensate语记, 你看怎么就来的呢, compensate, pense, 花钱, together, 一起给你花钱, 怎么样呢, 补偿你, 赔偿你, 再次给到你补偿赔偿, compensate, compensate, 补偿赔偿, 嗯, 还有一个代词来补充一下, 也是同一条题叫reimbursed, reimbursed, reimbursed, 这代词之前跟跟大家讲过吗, 哎, 它表示报销偿还, 报销偿还, 昨天我真的觉得那个拯救江哥, 被拯救的江哥Jungle那电影太好看了, 因为在里面我就真的是碰到好多, 最近刚给大家复习的万字般的单词, 您可以借用看这个电影好好复习一下, 最近学的单词, 你们真的是涉及了好多, 你们在这节课堂之前学过一些单词, 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re表示再一次, in表示里边, purs就是钱包purs的编写, 大家能看出来吗, bp的一个编写, 重新回到你钱包里边的就是归还偿还报销, 重新回到你钱包里面的就是归还偿还报销, 被拯救的江哥, 被拯救的江哥, 英文的名字我记得不太清楚, 在优酷上, 不是在那个爱奇艺上, 你可以看,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今天假苗复写单词了,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测试两组, 测试两组, 首先第一单叫Eloquent, Eloquent, 向外去说话, 这个人和滔滔不绝的, 向外去说话, 叫做, 诶, 大家看到了, 这是学人词, 名词Elocution是演讲, 那学人词呢Eloquent, 诶, 熊变的, 然后呢, 滔滔不绝的, 口材好的, 叫做Eloquent, 诶, 第二单是scode, 说要怎么样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是非常的cold, 拔两拔两的, scode, 表示是责备, great, 责备, 指责, 第三单是ponder, 诶, 我要仔细思考一下, 我最近是怎么pound, ponder, ponder, 深思熟虑, 对吧, 好, 第四单是appendix, appendix, 加强附着在我身上, 但是没有什么卵用的, 诶, 附路跟蓝尾, 两个意思, 附路跟蓝尾, 好, 第五单是conspired, 一起呼吸, 串通一气, conspire, 密谋勾结, great, 第六单是frugal, 吃点俘虏就够了, 吃点俘虏就够了, frugal, 证明这人生活得非常的节约, 节约节简的, 节约节简的, 很好, 第七单词nickardly, nickardly, 我说了黑人一天吃饭, 就吃两顿, 吃你一顿, 省钱了, 对不对, 他非常的吝啬的, 非常吝啬的, nickardly, 第八单词pensive, pensive, pend, pense, 叫做沉思的, 沉思的, 沉重的, 好, 第九单词cloquial, 一起说的话, 我们普通大众一起说的话, 那就是口语的, 非常好, 口语的, 绘画的, 第十单词pensepire, 持续, 你的毛孔在运动的时候, 持续的呼吸pensepire, 叫出汗, 流汗, sweat, 好, 再来一组, 第一单词smother, smama, 我则天smama, 使他的孩子窒息闷死, 窒息闷死, 第二单词absane, 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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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流的, 赢晦的, 很好, 第三单词censorship, censorship, 有感觉的人做了censor, 审查员, 对吗, ship, 表示是制度, 连起来审查制度, great, 第五, 第四单词presentment, presentment, 之前就有感觉你外面有狗了, 我之前就有sense, 感觉你外面有狗了, 这就是我的预感, 很好, 对不好受的预感, 第五单词, executive, executive, chea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形成词执行者, 很好, 第六单词taboo, 他不, 他不去做的, 就是禁忌禁止, 很好, 禁止禁止, taboo, 第七单词, plaintiff, plaintiff, 原告, 原告跟法国去抱怨自己说的委屈, 对不对, 原告, 好, 第八单词feurist, feurist,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 它表明的是愤怒的, 暴怒的, great, neithered is pertinent, can保留, per持续, 我持续保留着跟我男朋友相关的一切, 对不对, 相关的, 有关的, relative, 最后一件是vax, 我知道你之前啊, 有五个前男友呢, 我现在瞬间怎么呢, 非常的暴怒生气, 对不对, 愤怒激怒生气, 好, 没问题, 嗯, 好, 那么, 今天呢, 就以上内容啊, 就是咱们的复习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打卡词, 大家今天对于哪个打卡词, 印象比较深刻呢, 啊, 好, 那就用vax来打卡吧, 五个前男友, 啊, 五个前女友, vax, 不要忘记去打卡, 我现在发现同学们就是特别忽悠, 忽悠你们, 你们老师是吧, 哎, 老师用这一打卡, 那个打卡, 然后最后就不打卡, 在老师微博, 在这呢, 嗯, 你发一条微博, 带你打卡词, 然后可以发, 比如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呀,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是吧, 然后呢, 爱着我, 我就可以看到了, 好, 啊, 就是我觉得打卡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过程, 就是总结梳理了一下, 这些课你可能, 学了一些重点单词, 那么呢, 就是, 你有的话, 就是可以用英语的时候给老师写一根话啊, 或者是书里了一下, 今天他学了一些单词, 我的表记得不是很深的单词, 他打了一遍, 他打了一遍呢, 就是要让生活, 让这个学习有一定的仪式感, 有些时候就是, 你看过生日, 你好好过也是过, 然后你把这天, 喜乐或多过, 他也是过, 就是那种仪式感, 可以让他对你的这个事情, 有更深刻的印象, 是不是, 他也是对你学习督促的这样的方式方法, 是吗, 这谁啊, 又难能询啊, 谢谢, 谢谢, 就是单词呢, 故意在复习,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复习, 好了, 那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今天的课程呢, 咱们就到这儿先结束了, 那下上课, 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See you next time, 同学们, 拜拜,